我是正光福音教會主任牧師張茂征 我自己從小就在教會家庭長大 一直到高中畢業的時候發現自己是同志 張茂征牧師在2008年成立了正光福音教會 不同於傳統教會 正光福音教會歡迎所有性別與族群 並給予無等差的理解與尊重 建立教會到現在那是一間歡迎所有人的教會 在教會有各種不同的家庭 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性別 那也參與在台灣過去幾年的性別平權運動 婚姻平權的運動當中 那前一間教會其實當時就是因為 他們沒有辦法接受我的身份 當時我曾經有問過牧師說 真的沒有辦法接受同志嗎 那時候牧師他就講了一段話就說 就好像你今天走在路上 可能鳥屎掉到你身上 你把它擦掉就好了 意思就是說同志其實就是罪 你只要願意離開 其實他就不會在你身上 張茂正牧師注重聖經文本的研讀 從爬書經文的前因後果到歷史文化 提供大眾新視角 是奴階制度的 譬如說聖經對於男女的關係 某種程度還是很傳統的 甚至說女性不應該做什麼 不應該做什麼 對那但是我們今天不會拿這些經文 再來反對女性 或者是說 聖經是贊成奴隸制度的 所以我們今天也來回到聖經的年代 來做奴隸制度 對就是說其實聖經的文本沒有變 但是當我們了解到它的背後的時代背景的時候 我們會知道哪一些是不能夠再應用在今天的時代了 對我來講同志的身份就是一個日常 或是它不是 它不是一個我說可以改變就改變 當我來到珍光的時候我發現 我終於可以很很開心的跟所有人分享福音 我不再只需要局限於我跟某些異性戀分享福音 到現在其實都有陸陸續續 越來越多異性戀的朋友帶我們教會 然後他們帶他們的孩子來 他們從小就可以認識到說 我的好朋友原來有兩個媽媽 兩個爸爸 或者是我的好朋友原來有一個爸爸一個媽媽 所以我覺得我很喜歡我們教會有很多的家庭 然後很多的小朋友 然後能夠在這麼多元的環境當中長大 我相信對於他們的成長的歷程也是會有很大的幫助